前港督彭定康說希望香港的示威者不要放棄信心 他建議特首林鄭月娥要真正服務香港市民 多明慧報導 彭定康在外國記者會網上論壇說 希望香港的示威者不要失去信心和初衷 他們不必失去心 他們不必失去信心和正義和正義和正義 他們必須繼續奉勁在社會 要停止示威者的憤怒 彭定康建議特首林鄭月娥要服務香港市民 他又說中央曾疫情對香港施壓 在過去一個月基本法22條中聯辦的角色 警方拘捕十幾個民主派人士等都令他覺得很生氣 認為是威脅一國兩制 有先這次記者 杜明國報導